韓國國防部長李宗謝 在一日國會召開的國防委員會業務報告中 對於一直延消許久的防彈少年團入問題進行了回答 他表示國防部進行了討論 從不老亂、公正性、公平性以及兵役資源減少等原則下 以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可以讓他們繼續演出 而先前已經因為部分修改的兵役法作為獲得文化勳章的人 被認為在宣揚國威方面有貢獻 因此得到修訂按時會的禁 當時入伍期限延期到30歲 然而若是兵役法沒有追加修改 明年就必須要入伍 國防部目前表示 認為BTS入伍的話 可以給予練習時間在海外進行演出 也就是說由於不可能只為BTS試用特例 若是他們入伍將從國家利益的角度 最大限度的保障他們的活動 然而這樣的結論 還是讓許多人認為不公平跟特權沒兩樣 其他IDOL連當兵時上傳影片都會被檢舉 可以去海外開演唱會 根本是太誇張了